离港相立图书馆进行大改造 翻转原本制式的空间 以工业风及王美风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一楼大厅的美式风格 营造活泼的氛围 希望吸引家长踊跃带孩子 到专属的儿童阅读室 体验亲子阅读的乐趣 我们图书馆的改造 因为我想要让图书馆 比较活泼 比较生动 重点是也要让小朋友能够进来 读书不是大人的权利 小朋友也需要来阅读 所以我制造了一个打卡的空间 让我们感觉非常地轻松 愉快 也希望说小朋友们常来图书馆看书 我们有专属的儿童图书室 里面有很多藏书 图书馆二楼的书库及阅览室 刻意打造的温馨氛围 只要让读者享受 如在家一样的舒适感 徜徉在书香世界中 基于说以前的空间 比较死硬 深闷 让大家有说像椅子部分 坐起来非常地不舒服 不能让图书馆的人 来到这边的游客 还有一些读者 可以一直坐着看书 所以我把它改成一个很舒适的空间 包含灯光柔美 椅子用沙发 让大家可以坐得比较久 还改善了很多 像读书空间 像窗边的读书空间 学着线服 把它做成一个很优美的窗边的读书空间 让读者可以更优雅 还有可以更放心地在这边读书 环境上吧 就是整个氛围 还有整体的阅读的 你会在里面感觉 就是会比较放松 就地板啊 还有就是墙面 对可以感觉出 就是图书馆在这方面 很用心在改进 离港图书馆整体空间设计 营造舒适温馨的氛围 让读者更喜欢亲近 乡公所每年 便利20到30万元购书经费 充实藏书量 另购置三台图书消毒机 让读者使用安心阅读 期盼透过提供优质的环境 提升乡民的阅读风气 评论新闻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